別人噴你是刷子又如何? 我就是這樣帶領球隊贏球的 連續上一次籃板保護的內容 炮卡住撞翰 讓Luca輕鬆減子彈的畫面 讓很多人回憶起當年場軍大三遠的雷霆忍者龜 也是這樣靠水行俠卡位 幫自己清開空間抓籃板 只有這樣刷數據的方式拿下年度MVP 但問題來了 後衛這樣抓籃板刷數據錯了嗎? 這樣的戰術設定是否有它存在的理由呢? 今天JB跟你一起看籃球 就跟大家一起來聊聊這樣的抓籃板策略 是好是壞 到底應該要讓誰拿下防守籃板 才是最棒的戰術設定 首先來看看傳統中鋒 抓下防守籃板後會先做什麼事情 這球炮抓下籃板後 保護球然後找盧卡 這球 為了抓下防守籃板後呢 保護球然後找盧卡 接著把球給他 讓盧卡帶過半場尋找機會 組織半場戰術 其實達拉斯不管是誰 抓下籃板都會先找盧卡 因為他是球隊最強的進攻創造者 同時也是運球過半場最穩定的球員 那如果是問了這具運球呢 基本上這些高大的封線 不會想要在後場做突破的動作 然後就是亂傳球 亂運球 就會整個顯像還生 所以與其在後場就發生低級失誤 不如早點把球交給控球 會是最安全的選擇 看看丁哈德威Jr 這個可以運球突破的 抓下籃板也是先把球塞給盧卡 法國小黑這個後衛也一樣 把球交給球隊的王牌 絕對是最安全的打法 但你有想過這樣的選擇 是不是就錯失了一些良機了呢? 我們可以再看一個更集中的例子 就是法國鐵塔 Rudy Gobert 他確實很會搶籃板 籃板保護能力極佳 但他拿到球後 就只能找控球後衛 然後整隊慢慢過半場打半場攻擊 也就錯失掉了球權轉換的最佳攻擊機會 身為總教練 該思考的應該是在球權轉換後的一瞬間 讓誰最先拿到球 可以有最大的優勢 看看這球 聽他對Jr拿到球後 給盧卡慢慢運過半場 高大側翼 Jabadi Smith Jr.對位他 火箭其他球員也都落位得很好 盧卡必須用大量的戰術 與走位來對抗創造機會 挑戰對方設定好的防守陣型 如果一場比賽48分鐘都要盧卡這樣打 絕對會耗盡體力 看看 如果是盧卡自己撿到第一波籃板呢? 仔細看看這個動作 他馬上可以轉頭找前場的隊友 如果有機會 就可以馬上送球 或自己運過半場 這球也是一樣 盧卡飛進來抓下籃板後 送一個直塞球給聽他的會Jr 嘗試創造機會 雖然馬刺回防得很快 讓這波機會消失 但仍是藉由轉換攻擊的效果 造成對方防守的壓力 再看看這球 盧卡抓下籃板 拿下球的瞬間 他已經在看前場了 雖然第一拍並沒有機會 但波唐斯的偷跑 盧卡清楚看在眼裡 看準隊友的走位 送出精準快速的送球 真的比慢慢打半場攻擊 還要省力又輕鬆 來個對比畫面比較一下 如果炮抓下籃板後 保護球再找盧卡 就慢了一拍 退防也就都回來了 反觀 如果是盧卡自己抓下籃板 其他四個人不需要去幫忙盧卡 可以直接往前場跑 只要防守一絲繩 機會就出現了 盧卡這個超級發動機 雖然跑不快 但他在後場第一拍拿到球 隊友可以毫無忌憚地往前衝 然後就是簡單的兩分了 這也是近期 達拉斯在轉換攻擊做的改變 讓盧卡快速啟動分球 創造隊友的機會 藉由轉換攻擊的方式 輕鬆拿下兩分 我知道盧卡在半場擋拆的攻擊天賦 有多驚人 但如果能藉由隊友的卡位 讓他搶下第一波籃板 並利用他的視野 創造前場的EasyBasket 這樣的數據就不是籃板這麼簡單 而是籃板助攻2分都加1 發揮轉換攻擊的最大效益 那這樣讓盧卡刷個籃板數據 有何不可呢? 只要是能以銀球為目標所設定的戰術 數據絕對不會是第一考量 而這樣的轉換攻擊 也不一定是要完全創造出絕對的空檔 可能可以是創造出第一拍錯位的攻擊機會 也有可能是讓對方無法落位正確的防守對位 盧卡慢慢走過來 不用點名就可以找到省棍 直接做錯位的單打攻擊 這球也是類似的畫面 轉換攻擊後 最先退防的人必須對球壓迫 接著只要沒有交代好還原的動作 控檔就容易漏掉 根本不需要什麼戰術跑位 就成功創造出出手機會 而這樣的觀念 也不是只適合用於控球後衛 任何人不管是誰 只要可以無限放大轉換攻擊的威力 都可以把防守籃板設計給他撿 像是騎士隊的Kevin Love 他搶到籃板後的第一個動作 不是找後衛 而是往前場看Labron是否偷跑 並運用他優異的美式足球達正傳球能力 精準地把球送給他們最強的跑峰 前面沒有人的時候 可以輕鬆灌籃 就算有人以Labron那樣坦克般的身材 也是輕鬆擰壓上去 發揮他最大的優勢 因此當你設計戰術 讓Lab這種球員搶到籃板時 不只可以保護籃板 還可以輕鬆轉換成分數 還有像是Dramon Green這種控球前鋒 搶下籃板後可以拔腿狂奔 一條龍直接上去攻擊籃框 打你個措手不及 也可以快速找到前場的隊友送球給他灌籃 甚至相當理解隊友的特性 搶下籃板後 馬上發牌給隊友 讓Curry發揮神色能力 當你有這種球員時 你會希望Runi抓比較多籃板 還是Green抓比較多籃板呢? 我想這樣解釋應該就很明瞭了 抓籃板的工作本來就是人人都可以做 在現代籃球 早已不是看位置做選擇 而是看能力做選擇 如果你像BenR的Bio一樣 這種騎行種的控球中鋒 Point Center 搶下籃板後 可以自己從後場運球推進 然後尋找隊友的機會 並且精準送球拿分 甚至可以自己完成得分 讓他搶下第一波防守籃板 也是一個很棒的戰術設定 最後就來講講我們的忍者龜 Russell Westbrook 確實在雷霆時期有不少肉盾都在幫他卡位 讓他可以輕鬆抓下防守籃板 接著呢 就是展現他全聯盟獨一無二的天賦 全聯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在抓下籃板後 用杯快的運球速度啟動 然後不管前面幾個人都可以把球塞進籃框 這就是忍者龜的天賦 他就是用這樣的能力扛著雷霆前進 由他來撕裂防線創造機會 利用他後場啟動的爆發力 就是使用他最棒的方式 也是為何雷霆的球員們都敢勇為他卡位 因為他們的王牌忍者龜 在搶下防守籃板後 可以把籃板轉換成分數 並且帶領球隊贏球 然後再看看 現在的忍者龜一直在背輸球的鍋 我真的不懂擁有Anthony Dadis 這個半場攻擊武器 與持球組織天才 DaBron的胡倫為何要找來忍者龜 忍者龜本來就不適合打半場攻擊 更不適合當等球射手 你不可能要求KD像Westbook一樣全場狂奔 同理你就不應該要求Westbook 像KD一樣在側翼啟動 已經34歲的他體能不行的嗎? 看看他生批紫金戰袍的爆扣 你就知道他還是有燃料的 為了融入團隊 他選擇收起自己最厲害的武器 配合團隊做一堆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甚至從板凳出發 這樣的職業精神絕對是值得尊敬的 希望龜龜快點找到適合他的球隊 所以回到今天影片的主題 後衛抓籃板錯了嗎? 後衛籃板抓得多就是刷子嗎? 如果你可以發揮球權轉換後的最佳效能 不管你是後衛、前鋒、甚至中鋒 都是最棒的選擇 也會是教練設定戰術的最佳選擇 怕有句規規說的 Why not? 別人噴你是刷子又如何? 我就是這樣帶領球隊贏球的 今天這支影片也可以給很多學生球隊參考 要在短時間內練成破解半場的技術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但如果人在比賽進行中融入幾波這樣的轉換攻擊 一定可以大大提升贏球的契機 那今天影片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今天的影片題材你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